仲值收股息 现在是7点 晚上7点 今天跌了300多点 曾经跌多个 收市的时候跌了293点 到接近300点 其实这个跌幅一早预计了 应该在昨天跌了 但是昨天他起局的时候 试过跌三米数字 就升上去 可能有些朋友买了股 今天就遇到跌市 我昨天也买了857 857曾经高开过 又跌低过 最后收市的时候 都是去回昨天入市的时候 差三个仙 跌三个仙 都不要紧 跌几百点的时候 都可以保持在5.1 这些位置 都已经相当不错 反而883就跌多了 就跌多了 883的业绩 其实就差过857 但是这些业绩的周期波幅 波浪不同步 有时你更好生意 有时他更好生意 大家都有些差异 但是 883这些又没有什么竞争 在中国里面 所以这些股 如果见它跌多些 跌多些的时候 你就可以买来收股息 都很好 我以为 那些内银股会跌 其实又不是 中行和龙行 又可以升 之前升得少 跌又跌得少 今天就有些支持 不代表它比其他银行好 只不过 又是股价波幅 的周期 大家不同步 就是 建行那些 今天做得差一点 但是它千几日 好过 你慢慢看这些股票 就是明白这个道理 其实 内银股 买四只都差不多 四只差不多 只是今年它走势好些 去年来说 农行和中行都挺好的 好过建行的 但是 前两个星期建行升得挺好 但是现在又差了少少 如果你买几只都买完 但是 没有所谓 此起彼落 你叫做这个星 第二只要等着 都是派回那么长 内银股就是这样 反而 有些人就喜欢招行 那些 又说它增长到银行 我曾经说过 其实不是 它的价格是贵一些 不是说它增长 那些股票做得差 招行那些 好 匯豐 匯豐 在英国也是有得升的 昨晚也是 有得升的 但是去到美国市 匯豐就下跌的 真是 好奇怪的 真的 匯豐现在在伦敦那边 升1%以上 但是 一日去到美国市 又有第二种走势 匯豐是有成交的 在美国是有成交的 那美国的收市价 就影响香港的收市价 其实匯豐的业绩 写得很复杂 不需要写这么复杂 做九十几个名词出来 那样又是一个数字 那样又是一个数字 那些不需要这么多 做多少生意 赚多少 最主要是这个 派息派多少 至于 能不能够令那些有钱的人 有股 有能力 有影响力 那些人 满意是另一回事 你不满意 你就不买 我觉得匯豐的业绩 不错 起码表面看起来 比中人香港更好 中人香港 我以为它会跌些 但是今天 全日都挺好支持 不知道 我认为 那些评论界 会见到 撥臂这两个字 就会将它变成 顺遇期 但是不是 今天就站得很稳 在这个价位 不知道的 但是我觉得 它一定有失败 这样的业绩 一定有失败 以仁信泰 那些小股 今天 股息就陆续到账了 还有一些未收到 即是未入账 那我就 入到又跟大家分享 或者明早早 清晨的时候 入账 我也不知道 即是有息收 继续有息收 你看到 如果买些收息股 你继续有息收 331 331 这只股票 跟新世界有千丝万恶的关系 做管理 做很多 做机器维修 那些 今天就宣布业绩 有息派 有两毫子息派 今天这只股票 又是有些支持 我继续拥有 我买了不够一年 我买来收息 我买来收息 宣布了些什么 有些什么 宣布了 1919 1919 就宣布了 季绩 好像之前的刑警 倒退了七成 但是股价 只是轻微移动 因为所有东西都宣布了 上一期的补息 就是51 人民币 51千人民币 我估计 美期息 都是大概 大约 过二人钱 我估计 全年计数 过二人钱 你想想 七个多人钱 一股 股价 又排到过二 如果我推辑没错 全年计数 全年的派息 是没问题的 因为上一期 都是差不多的 业绩倒退 他都派到五毫 而且你看到 一个贵的盈利 是二百多亿 这些公司 好过百分之八十的行指股 特别好过香港有钱家族 那些地产公司 盈利能力很强 三一六的股 通常是五月 随正的 所以是二三月的时候 宣布的 一月的时候 看看铺牌 如何加仓 等一个位置 由于我估计 我估计 1919宣布出来 今年的盈利 比上一年 暴利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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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了七八十个巴仙 所以心理上 影响了一些 刚刚想投入 去玩三一六的人 可能就 卖了出来 有人说 外资 外资有很多这些股 外资有三一六 很多三一六 你打开三一六 任何一只行指股 随机收集一只行指股 在香港做基地的行指股 你会发觉 外资占的 首三大股东 外资股东 包括布莱德 BlackRock Vanguard Fidelity 这些股东 加起码超过5% 即是说 我觉得 外资不进入 但仍然在香港 拥有很多股票 很多股权 如果那些外资 都卖股走人 等于撤僑 情况是不好的 如果说股票来说 如果这些外资 现在拥有的股票 都卖了去 走人 行指至少跌5,000 至少跌市值 大约4% 5% 不好的 外资仍然 拥有很多香港股票 包括收息股 包括恒生指数股 你随机去查查 你就知道 香港GDP 有人说 信某人的预期 我都不知道这些预期 你用什么数学来推出 是一个楼价向下 通胀低 年代有4.1% 已经非常之好 信哪个预期 此其一 第二 如果你说投资 股票 是不受这些数字影响的 主要是 看看有多少钱 涌入股市 即是流入股市 买股票 彭定康末代 港督的时代 当时楼价次热 通胀是高 现在一倍 当时的GDP是6 现在是4.1% 其实现在的GDP的质量 我觉得质量 是比当时好 起码没有了炒楼 那些消费的人士 看到都没有什么通胀 就不会争取消费 你明白 这件事 有些人说 看到前面有通胀 不要 越迟买 越买不到 买了先 那就会谷起1% GDP 可能 现在就没有了 那些人看定些 迟下先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都有4.1% 你想怎样 想怎样 新加坡 有些地方是负 新加坡负0.1% 现在就去看看 它再报什么新的GDP 它的出口 又是一样负十几 我之前也展示过这件事 你看数字 要看整个区域是怎样做的 不是我预期你要好 你也好 等于有些妈妈 预期儿子的成绩要很好 那是不是 你怎样推出来 是吗 我曾经见过一些教授 教授的子女都读书成绩都不好 我见过了 我认为香港的GDP是4.1% 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是做得非常好 这些不会影响股市 影响股市是 国际间的息差 汇率 这些会影响股市 钱的流向 是这样的 这些GDP的数字 很难影响股市 我都不知道 你指着哪一只股票 是跟GDP有一个 很显著的联系 的correlation 我认为你 那些讲话最擅长的 都点不出来的 好 那只525 今天跌了6% 我认为这些 说实话 我上一条片 我就不喜欢她的业绩 的presentation 她的业绩 就像干部式 说几个数字 Foodstock 就算了 没有一些指引 又不说会不会派息 虽然她 转规为盈 又有正数 又赚多了钱 赚很多% 今天很多投资者 都未必收货 我也看不到前景 你又不说 之前买的 就卖一下 但我又说她跌多了 我说她跌多了 价格地 她都是在赚钱 价格地 她都是在增长 她跌3% OK 跌到6% 我觉得有点跌突 有短期反弹的机会 这只股 短期反弹的机会 胡航勇和碗通 都是增长10% 我想这些叫正常 这些 叫正常 胡航勇 很久都不说公股 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期待着她上一次的 特别股东大会 是说公股 现在她直接说也不说 原因 其一 就是现在股价不高 你如果用一个折让价格 来公股 你收不到多少 要公股的时候 股价要市况次热 很多人想买股 股价升了 在那时候伸手 第一 你收到多些钱 第二 那些人落于 拿折让去买股 现在都不说 我不知道 这只股 我减持了一些 准备公股 我减持了一些 我现在也不想加仓 股息是没问题的 美期股息是没问题的 碗通也是增长双位数字 十多% 这只股 也是派息没问题的 挺好的 广东省以外的路 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 A股的山东高速 我买过很多 我差不多每年都买一些 买完之后赚够了 收了股息提早 我又买了它 这只600350 这只叫山东高速 它们派息的日子是六七八月 所以如果你想买 这只股股可以买的 所以是不错的 年轻费也没有问题 就是败价实股 有时依然股股 也可有点 其实是若是此股股 可能还要多出一年 啊 亦要缺帐 就不需要花太多精神去计算 我就觉得买广东省以外的路桥是相当不错的 525就跌得多了 没有投资的指引给投资者 不代表它是一间虚本的公司 虽然它在整个漫长的疫情当中 虚得很容易 没有人搭火车 现在的达火车多了 每一次放假都会有很多人搭火车 所以这股股就算今年不派息 明年都会派的 现在是投资者不满意报告 那么肤显性质 就是肤显性质 就是给你数字 在电脑里按出来的数字 读完给你便算数 所以投资者不太满意 那些地产中介经纪有些看法 他们说 负资产的个案是低五位数字 就是慢慢的 有可能影响消费的心情 但是负资产只是一个概念 如果银行一天还没敲门 还没召唤你 你便不需要害怕 一般银行都不会敲你 除非银行觉得 自己的资产的质素 都差了很多 所以才会努力去做这个 如果你有份工作 继续有钱去供 银行通常都不择你 择你来做什么 他都需要行政成本 他不够行政成本 他就会召唤你 不会单单是一单按揭 账面上有些负资产 他就会召唤你 不会的 就不用担心 给点心 越有阴情缘缺 有时三衰六旺 不需要太过介怀 努力工作 有钱供楼 就可以了 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 看回恒指 就高水了些 美国也没开市 9点半才开始 所以遲些就要10点半开市 当时我就认识不懂 或者 保持不到我现在的 coverage 没有夏天 可以配合到我的生活 现在是高水 三位数字 高水117 看看美国市 我估计 明天不会跌几百点 我估计 现在是这样 在17点之上 一定可以支持 支持下一个交易日 我的看法 现在下7点半的看法 现在是9点34分 开市 四分钟 道指 立指 双位数字 下跌 标普跌了一点 中概股 汇丰 升了一点 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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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2% 京东 跌1.8% 我刚才说 阿里跌了1% 石油股 跌了0.8% 西方石油 巴菲特的爱股 跌了0.9% 开市的时候 略为有些 升了之后 有些回套 有些获利回套 局势 看明天再看 明天再看 阿里跌多了 跌2% 特斯拉 特斯拉 差不多每天都跌 亚马逊 跌0.1% 現在是9点36分 跌多了 道指跌多了 立斯特克跌60点 汇丰 汇丰 升了1% 多了 开市 没多久 Wood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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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GDP 4.9% 不以为然 他说 那些数字 就不贴地 因为他观察到 那些快递包裹 UPS 快递包裹 就 一直在下跌 虽然 他说 GDP 这么厉害 但是 这些和以往的 关联性研究 就完全 不合 不合 他说 油扣 美国也很流行 就连续一段时间 都在下跌 他觉得 经济 不像GDP 数字表达出来 那么好 美国股票收市 的时候 就由跌 转为升 道指 立指都有升幅 那么 立斯特克 就从 开始的时候 跌三位数字 就变为 正三位数字 123点 立斯特克 就升了 61点 但是 儘管是这样的 那些 香港指数拳充股 你腾讯 京东 全部都跌的 唯独自 匯豐 都有 接近1% 少于1% 的升幅 延续了 这个伦敦方面 的升势 恒指期货 就平手 等于 又没有高水 又没有低水 加减一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看 因为这么多权重股 都跌了 开局会跌 开局会跌 整天的走势 就要看其他股票 有没有人 买去 个别股票 就不排除 会有 有些不错的升幅 我觉得 汇丰有得反弹一下 香港的预计GDP 我就跟一般港股 那些人士 看法是不同的 新加坡GDP 最近的消息 10月份的消息 就是0.7% 中国的GDP 就是4.9% 就看这个年底 会达到5% 你要知道 香港什么主权都没有了 即是 你没有货币的主权 你先跟着 跟着美国 你又没有利息的主权 你又要跟着美国 又没有楼炒 这样的时间 都有 4.1% 如果转为人民币 等于4.5% 你也知道 跟特首说 不用太深谈 这个4.1% GDP 的质量 已经非常不错 香港的GDP 那个位置 因为香港 不是走 计划经济 计划 计划 现在已经很接近 这一季度 很接近 已经是不错 特首 你要知道 香港的 经济位置 在哪裏 那就行了 我觉得不错 14.1% 不是人为可以解决的 你要看 整个东亚地区 你不要说全世界 东亚地区 都不错 欧洲的GDP 欧洲GDP 是负0.1% 欧洲是美国的小弟弟 他都要不跟着你加息 他都要做这些 你做不做得到? 如果你肯贬值 肯减利息 GDP 一定不止这个数字 是吧? 有些事情 你不能回答 好 梅希 就发表一些消息 我看一下 这些 在这些 梅希 除了有本地的用户 都面临了饱和 即是 早几年已经饱和 现在 在中国 有40万个客户 都不错 又不是多 即是 有开拓 接着 有 轻燃油 即是 比巴士用的 在发展 接着 在飞机的燃油 也有很多烦素 在努力工作 这些事情 就要慢慢 真的 很辛苦地做 起码 有得 想一下 alternatives 想一下 其他饭 如何做 是好的 但做事是辛苦的 未必 一定是 即刻有 盈利贡献 或者有什么大增长 我继续持有这个煤气 即是 我看东西 就不是 不像一般 那些 那些 他们是要 今天买 明天要升 又要壟断 又要暴利 才適合他口味 我就不是 我觉得 一个企业 怎样都要经过 一个 很辛苦的 即是 成长 托展 即是 要经过那些 现在你想回 回头 如果香港 那些有钱人 当年董先生做特首的时候 他有这样的人物关系 可以拖起各个Party 去搞芯片 当时也推过芯片 不过 那些人还说 他高新关系 高新关系 高新关系 喜欢赚快钱 那便成像 建议樓售购楼 就不听他说 如果当时 有些财团肯 跟着董先生 一起 辛苦的走一步 现在都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局面 跟华为 都应该平起平坐 起碼這些事情,過了去就沒得回頭 但是要想清楚香港走過的什麼道路 喜歡賺快錢的企業 所以沒有人去青萊,喜歡買你的股是有原因的 有多少人喜歡買地產股 你肯派息也是一個收息的工具,都還可以 今天我看是會跌的,為什麼呢? 因為指數權重股都會跌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是繼續關注油股和內銀股 我認為是長期的,可以給投資者一個比較好的現金收入的股票 我繼續拿著 路橋方面是穩定了 復償之後,繼續穩定有增長 如果想投資一下路橋的朋友 考慮一下本通、寧戶、A股的山東高速 這些都是相當穩健 而且一定有利息收入 護航勇就不要想著 因為護航勇經常有個公股的陰影在那裡飄一下飄一下 其實護航勇今年的股色也是有著落的 不用擔心的 今天我看跌一點點 今天講到這裡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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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